美中角力从下半年开始 每一招都会刀刀见骨 下半年开始会越来越激烈 而且两方已经没有回旋空间 美中晶片战已经上升到新的阶段 财经专家谢金河说 现在是世界巨大变化的转折点 西方联盟对中国进行更加 兼并亲野的晶片战争 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包括房地产的调整 然后包括人民币的贬值 包括资金的流失 我相信这个都是 日本野村总和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孤朝明演讲指出 中国经济已经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出现一个又一个经济疲弱迹象 不光半导体设备禁令加码 外媒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政府正准备限制 中国企业使用云端计算服务 而中共尽管试图以限制 加折品项出口来反制 效果恐怕相当有限 那你现在限制的话 其实最后面 比如说那小米手机要不要用 这个生化夹 也是会要用吗 那你其实到最后面很有可能回头 还是达到自己的这个消费性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措施本身 我觉得宣誓性的意义比较大 台湾现在如果能够跟中国偷钩 我相信会发展得更好 所以我们今年看到台湾 有一个亮点产业 这个亮点产业叫AI束缚器 谢金河指出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亚洲的印度 美洲的墨西哥 将取代中国成为新的生产基地 而中国香港 在不知不觉中 资金正在逐渐流失 新单身曾一豪审慧桐 台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